金黄透亮 薄如柴翼的薄脆 面箱里透着肉香 不经意间勾起了我们的食欲 冒着热气的一锅水电包 出锅了 干货去拿走 开店就赚钱 大家好 我是评论王老师 今儿早餐水电包分享给大家 第一步 和面 水电包用到的是发面 普通面粉 泡拿粉 消磨粉 北糖 还有这一碗水 泡拿粉先加入面粉中 北糖 酵母加入称号的水中 搅到融化 形成酵母水 把酵母先换形 面粉 泡拿粉先搅拥 然后丰丝加入酵母水 边加边搅拌 正常或发面 加碗水 把面拆成团 基本做到蓬光 手光 面一定要拆拥了 这样面的整体发酵状态才好 保鲜膜封闭 净顶面发旺 第二步 调馅 第二 我们以一斤新鲜的肉末为例 要用到一瓶馅酱油 鸡精 味精 盐 白糖 胡椒粉十三香 给肉调好基础味 还要用到五香料油 生姜 花椒水 调肉馅 为什么还要加点糖来 糖可以使各种调味 充分融合 咬合 这样吃起来调味就顺口多辣 再加入一瓶馅酱油 继续搅拥了 给新鲜的肉增加一个淡淡的酱香 葱姜花椒水 也就是15克的生姜丝 3克的花椒 其前用清水浸泡 30分钟让它充分的出味 风刺加 让美丽入末 吃足水 顺着一个方向搅 这样肉的口感才吃起来嫩 同时它还有给肉末去腥的作用 吃足水的肉末 你看 水灵灵的 最后加入五香料油 封住水 不吸出 而且肉馅的油润感也就有了 吃起来才香 油油润润 水灵灵的肉馅调好了 粉条葱花 现包现拌 防止葱花出水 葱花拌得早了 葱花就出水了 影响炫的口味 第三步 薄脆的来源 面酱水的调配 重点是比例 一勺面粉 同样的勺子 再来 两勺水 先搅一搅 搅到面糊里面没割大 搅到里面没有割大后 还是同样的勺子 第三勺 四勺 八勺 记住这个是比例 同样的勺子 一勺面粉 八勺水 这样调配好的面酱水 做出来的薄脆 才透亮才薄才脆才酥 面酱太稠了 薄脆太厚不漂亮 如果太稀了薄脆不成形 面也发旺了 做迪丝布包制 发旺的面 你看往事上 特别均荣 发的特别理想 揉一揉 给发面抬气 揉光后 揪成大小均荣的面剂子 拿一个面剂 上手压开 看着压圆了 上圈 圈 所以要给包 就和包饺子的手法一样 捏下去 看着包石 这样我们的水煎包 包好了 准备煎制 下火温度 涉及在200度左右 薄薄一层油 先预热好 整整齐齐的把包子摆进来 煎到几不着色后 加入 搅拥的面酱水 面酱水 刚好淹没 包子的二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 拉下烧盖 通过加热 面酱水 形成蒸汽 把包子皮 包子炫 也就蒸熟 蒙熟了 6到8分钟了 打开锅盖 包子熟了 你看 每一个 白白泡泡 轩轩软软的 你看 它的回弹度 也特别理想 够得出锅 你看 黄亮黄亮的薄脆 也成了 特别酥 特别脆 我们早餐水电包 制作完成 金黄油肉 薄如铲翼 又酥又脆 撕开一个 软和 肉馅也熟了 闻着就香 今天通过以上五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 都不能出现瑕疵 每一个步骤 都是相辅相成的 才能做出一锅 合格成品水电包 关注我们 学习更多 专业的小吃餐业技术 咱们下节可见 大家好 有一个好消息 要通知大家 我们正在YouTube上 推出一个 全新的会员 专享视频业务 叫做 品诺 参创 用课堂 在这里 您将学到 更为专业的 详定的 餐饮小吃技术 会员 专享视频 全都是以开店 为出发点 所有食材 都是精确到课的 操作流程 清晰 准确 包含 设备采购 和开店指导 这些都是我们 培训了上万名学员 总结出来的精华 因为我们之前 发布的视频 都是偏 家常 偏基础的做法 如果大家想学起更专业 更系统的 餐饮小吃技术 欢迎大家 订阅我们的会员 专享视频 每周更新一期 最后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关注 Thank you